库里有三宝,三分上篮晃头跑,小西也有三宝,热点资讯分析好,大家好,小西这箱有礼了。 北京时间1月3日,NBA常规赛胡人主场108比103险胜森林郎。 37岁詹姆斯全场出战39分钟15投7中,拿到26分7篮板5助攻3抢断一盖帽,末节打满12分钟,累得弯腰伏西直喘粗气。 37岁高龄这样打,确实太累了,连续7场30加神技被终结,首节比赛,詹姆斯开场便轰进3分,随后强硬过掉被弗力上篮得分,还有造犯规两罚全中,单节三投二中拿到7分,第一节31比24领先森林郎7分,第二节森林郎疯狂反扑,詹姆斯组织进攻稳住局面,打着打着,老詹再次造杀伤两罚全中,下场休息后,胡人集体断电,被森林郎打出9比0攻势。 随后布拉德利3分止血,半场最后两分钟,詹姆斯重新上场,不讲理2加1可惜罚球没进,外线3分再中,半场打完胡人领先3分,半场结束时,詹姆斯和胡人助教菲尔汉迪发生争吵,疑似是为调解汉迪和布拉德利之间的矛盾。 下半场,詹姆斯第三节继续突破得分,不过森林郎下起3分语,胡人被打13比4并且落后到6分,见状老詹强硬到贝弗利犯规并且两罚全中,算是回应贝弗利怒视自己,老詹三分再进,蒙克和塔克输送火力。 胡人13比2扭转局面,之后森林郎再次反扑,三节打完,胡人落后两分,末节,胡人和森林郎打得依旧难分难分难解,詹姆斯不仅得分,而且防守端切断森林郎的进攻,第四节7分13秒,镜头拍到詹姆斯双手扶着膝盖弯腰,累得直喘粗气,美眉直呼老詹已经筋疲力尽了,詹姆斯开始站在场上蓄力,布拉德利和威少蓄上火力,詹姆斯三分不住,禁区吸引多名球员包夹, 关键时刻,安东尼三加一,布拉德利压哨中投回应爱德华兹,詹姆斯关键上蓝不进,禁区防住爱德华兹,威少两罚权重,被福利致命失误,威少关键罚球再重,詹姆两罚不住,威少罚球五秒为例,最终胡人主场险胜复仇森林郎。 好了,今天关于NBA的消息就和大家分享完了,球迷朋友别忘了给小夕关注留言哦。